有關於直射的問題的下一個影響就是季節 季節的變化 雖然號稱地球的公轉軌道是個橢圓形 就表示有的時候離太陽近 有的時候離太陽遠 但是這個橢圓非常的遠 雖然遠近其實長不了太多 所以造成你的季節冷熱變化的主要原因 不是因為離太陽近或者是離太陽遠 而是因為直射還是斜射的關係 也就是所謂的單位面積所承受到的能量熱量的多少 越直射單位面積所承受的熱量就越多 越斜射就會越少 這就是季節變化的原因來自於直射或者是斜射 不是與太陽的遠近有關 所以這圖上面的左手邊是陽光直射 直射在1平方公分的面積上 然後呢我用45度角斜射 用數學知道有一邊會變成根號2 1.414 所以表面積變成1.4平方公分 這麼多的能量本來集中在1平方公分 所以就這麼熱 現在3到1.4公分 所以就變得比較寒冷 所以這是因為直射跟斜射造成能量分佈的關係 所以這就是告訴你會造成季節的主要原因是來自於直射或者是斜射 不是短日遠近 我們的正名一 一月剛過 昨天吧 一月三號昨天剛過 地球剛剛通過近日點 但是卻是北半球的冬天 七月 是在遠日點 卻是北半球的夏天 所以可以知道 你不是因為距離的遠近造成你的季節的變化 而是因為直射或斜射 因為一月的時候陽光斜射北半球 七月的時候陽光直射北半球 所以造成季節的原因是來自於這個 來自於這件事情 OK 所以七月 遠日 可是陽光直射 我剛剛跟你講 好 好 那所以南北半球今天怎樣 相反 陽光直射北半球就斜射南半球 陽光直射半球就斜射北半球 寒假如果你要跑去澳洲玩 上台北你可能穿得很厚重 可是心裡要放一點清涼的小可愛啊 什麼色的衣服 所以澳洲是夏天 反之你如果夏天要去澳洲玩 你上台的時候是青裝啊 穿著被T恤啊什麼短袖啊 可是你包包裡要放一點工衣 因為呢他們是冬天 他們是冬天 OK 因此造成一個結果 高尾度低區 陽光幾乎都在直射 對不起 高尾度幾乎都在怎樣 斜射 所以高尾度就會 整 低尾度 直射 就是怎樣 很熱 所以製造就好熱 南北極就好熱 沒有關係 空氣 我們有大氣 我們有水可以 拉拉 我們可以拉拉 熱空氣會上升 冷空氣會下降 熱的會往冷的送 冷的會往熱的送 所以我們有大氣來幫我們調節 所以熱的就不會太熱 冷的就不會太冷 所以我們溫差不會很大 因為我們有大氣跟水來做我們的調節 就是我們前面有提過的想法 就是告訴你重點 為什麼會有季節 是不是因為離太陽近 會離太陽遠 不是 是因為什麼 因為直射跟協士的關係 就是我們的keyword OK